哈喽大家好 我是卓儿 拖单有我不再困难 今天内容很干 建议大兄弟们收藏起来 先问大兄弟们一个问题 一个女生什么样的表现 就说明她已经爱上你了 很多大兄弟认为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不就是聊天秒回 约会必到吗 首先我要给大家交一盆冷水 以上的种种行为 都不能说明她爱你 最多说明你有利用价值 能从经济情绪上 给到女生想要的 她需要礼物和约会 你就充当人性ATMD 聊天秒回只能证明 她正好有空想聊天了 或者就是礼貌而已 但是在男生看来 就是她对自己有意思 不然不可能这么配合 真相是 她是闲着没事干 于是给你点阳光就灿烂 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实 女生的恋爱思维 和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男生的恋爱思维是外露的 他们喜欢一个人 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 今天给女生送礼物 明天请女生看电影 后天就能等在女生家门口告白 而女生特别会隐藏自己的情绪 让男生猜不透自己的真实想法 导致很多时候 男生就会误读女生的想法 结果就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明明只是好哥们 偏偏让兄弟们 读出了爱情的感觉 认为女生对自己是有意思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今天直接给兄弟们 一条判断的捷径 只要女生出现这三个表现 证明她就已经彻底爱上你了 第一种 主动分享自己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对于女生来说呀 在聊天中有问必答 算不上什么 对男生有好感的表现 男生说 你吃了吗 她秒回 我吃了 你觉得这叫好感 但是注意了 如果女生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身上 随时随地的分享 遇到各种大事小事 那铁定是对你有意思的 比如 路上看到一只小猫很可爱 说自己也想养一只 顺道拍下来给你看 早上买了一个面包很好吃 也拍下来推荐给你等等 你们不用出门约会 你都能够听到她 一整天的喜怒爱乐 在你面前她没有任何的保留 只想让你多知道一点 她的日常生活 第二点 愿意让你送她回家 不管是约会结束呢 还是平时下班 如果女生愿意让你 陪她一起回家的话 那就说明在内心深处 她认为你值得信任 不然没有一个女生 愿意让非男友的异性 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 毕竟私密信息关乎个人安全 也就侧面说明了 她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如果她还能和你在楼下散布谈心 愿意和你多相处一会儿 不舍得离开 那就更能说明 她已经爱上你了 喜欢一个人 就会千方百计的 和对方多相处 多交谈 即便是已经到了家门口 第三点 愿意接受你的肢体接触 语言可以说谎 但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不会骗人 如果你感觉 一个女生很喜欢你 对你很暧昧 很在乎 甚至嘴上都对你有好感 但是就是很排斥 肢体接触 只能说明 她是想要一种 被人爱和照顾的感觉 而不是一份真正的爱情 从她的内心深处来讲 她需要的是一个替她遮风挡雨的大哥哥 而不是相濡以沫的男朋友 男生对她而言 只是一个只会提供情绪价值的工具 她爱的是你的态度 而不是你 你对她的好和温柔 她照单全收 但是你这个人 她是拒绝的 如果出现另一个 比你对她更好 更多照顾的人 她马上就会远走高飞 这个不是爱 这叫依赖 女生的矜持只在好感不足的情况下使用 当她真正爱上一个男生 也会希望亲亲抱抱 甚至希望整天都黏着对方 大兄弟们 记住一个道理 身体的本能就像是咳嗽一样 压抑不住的 这点男女都适用 如果可以压抑 那就不是爱 情绪可以隐藏 但是本能的反应 绝对无法隐藏 细心观察的你 才会成为赢家 以上三个表现 你都记住了吗 还有不懂的兄弟 可以来找我聊聊 开个小灶 让自己先远一步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信了 会方便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ZXS538 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结合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